近日有两条消息非同寻常,一条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,关于俄罗斯将于5月9日为国战争胜利日,宣布军事总动员的消息不可信,纯属无稽之谈。 另一条是白俄罗斯国防部消息说,白俄罗斯开始对该国武装力量进行突击检查,以评估部队对可能发生危机的准备情况和应对能力,该检查不会对欧洲或者白俄罗斯邻国构成任何威胁。 正所谓,兵者,鬼道也,故能而视之不能,又而视之不用。如今俄罗斯二战胜利纪念日在即,他们急需用一场像样的胜利来鼓舞民众。 因此即使俄罗斯不在5月9日对乌克兰宣战,恐怕也会有重大举动。现在看,一个最可能的大礼包,就是亚素钢铁厂了。 虽然说此时普京总统已经下令,为了尽量保护俄罗斯士兵,以及被困在地下的乌克兰民众,停止进攻亚素钢铁厂,但是最新的消息却并非如此。 在连续开放人道主义通道后,从亚素钢铁厂撤出了许多平民,但是仍然有许多民众还被困在地下,且真实原因就无从得知了。 但是很显然俄罗斯人不想再等了,因为一个重要时刻即将到来,即俄罗斯胜利纪念日。 据报道当地时间5月4日,亚素钢铁厂连续第二天发生激烈战斗,俄军使用火炮、飞机、坦克以及军舰,对乌军阵地进行打击。 致使乌克兰一度与亚素钢铁厂的乌军失去联络。 不过据乌克兰人民公普党议会党团主席,俄乌谈判乌方代表团团长阿拉哈米亚表示,到当地时间4日晚,乌方已经同亚素钢铁厂守军恢复了联系。 实际上这条消息也未必可信,因为地下和地上不同。 乌克兰在地上的通信,由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帮助。 但是在地下通信上,美国人恐怕也爱莫能助。 乌克兰及右翼军事组织亚素营的指挥官,在4日晚发布的视频中称, 亚素钢铁厂区域内,已经连续两天发生激烈战斗,俄军已经攻入工厂, 但是守军还保持着防线。 但是俄军既然已经发起进攻,就说明他们很可能想在5月9日前,彻底拿下亚素钢铁厂。 这样一来,俄罗斯就等于全面控制顿巴斯地区,并宣告乌东地区的军事行动正式结束。 这就标志着第一阶段目标全面完成。 实际上从这一点看,乌克兰的失败已经注定了。 然而小泽却仍然在忽悠乌克兰的民众,竟然声称要全面收回乌克兰的领土,还要对俄军发起反攻。 不过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 如果他不这样表态,一方面无法鼓舞乌军的斗志,另一方面也无法从美西方国家那里, 骗取更多的援助。 如今美西方国家的援助正滚滚而来。 在美国的带头下,已经有30多个国家同意,全力支持乌克兰的国防需求。 近日拜登要求美国国会批准,330亿美元的紧急补充资金, 用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。 拜登表示,我们需要这项法案,来支持乌克兰为自由而战。 实际上乌克兰只是在为美国而战,甘愿成为美国的炮灰。 因此小泽也不要太得意,正所谓拿人钱财,替人消灾。 如今拿到了大量美西方国家军火援助的乌军, 也只能硬着头皮对俄军发起反攻了。 这就意味着接下来的战事,也许真的到了决战的时刻。 据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国防分析,乌克兰军队还真的发动了反击。 俄军的进攻目前很大程度上仍然被限制在了东部。 乌克兰西部还有大片领土。 乌克兰军队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的一些领土。 美国常驻欧安组织代表卡彭克近日也表示, 根据美国掌握的情报, 俄罗斯可能在5月中旬, 组织相关地区就加入俄联邦进行公投。 除顿利茨克和卢干斯克外, 俄罗斯在目前控制的赫尔松地区也有类似打算。 近日据日经亚洲评论网站报道,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顾问阿列斯托维奇, 在接受专访时称, 由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提供的坦克和远程火炮等武器, 将自5月中旬开始运抵乌克兰。 因此乌克兰军队将能够在5月下旬至6月中旬之间, 对俄罗斯军队发起反攻。 但是很显然, 这也许就是乌军在美国的怂恿下, 最后的自杀之战。 因为之前的乌军一直躲在城市之中, 让俄军无法集中火力进行打击。 如今一旦乌军向俄军进行反攻, 就会彻底暴露在俄空军的炮火之下, 其下场一定非常惨。 同时俄军现在已经明确向美西方国家声明, 所有运输援助乌克兰武器的车辆, 都是俄军的合法攻击目标。 事实上近期俄军也多次摧毁援助的武器弹药, 因此乌克兰指望这些援助武器, 对俄发起反攻, 恐怕不太现实。 另外最近俄军的攻击, 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变化。 俄军开始攻击乌军后方的桥梁, 弹药库、油库等补给线, 让前线的乌军无法及时得到弹药和油料补充。 因此乌军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, 想和俄军决战只能逝去送死。 一旦在乌克兰东部的乌军被集中消灭, 那就意味着战场态势已定。 俄乌战争可能会在俄罗斯的主导下宣告结束, 剩下的只是后战争时期的军事行动了。 现在看,俄罗斯的战略意图已经非常明显了。 俄罗斯中央军区副司令尹涅卡耶夫表示, 俄军将在特别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, 建立对顿巴斯及乌克兰南部的全面控制, 进而保证通往克里米亚的陆地走廊畅通。 也就是说, 地涅薄河东岸包括乌冬地区的卢关斯克、 顿涅茨克在内的九个州, 都可能是俄军的目标, 这也和之前我的预判基本一致。 而南部地区应当是俄军的最新目标。 其实如果乌克兰能早点与俄罗斯达成停火协议, 也许乌克兰还能保住南部地区。 但是现在看来, 这已经不太可能了。 由于乌克兰政府始终不愿意妥协, 因此为了能让克里米亚半岛, 今后不再受制于乌克兰, 俄罗斯很可能已经下定了决心, 彻底拿下蒂涅薄的东岸地区, 扎波罗热州与赫尔松州的南岸地区, 目前俄军已经从克里米亚半岛北上, 并成功拿下赫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大部分地区, 剩下来的主要作战行动就是蒂涅薄州了。 这里非常有可能就是俄军的主要进攻方向之一。 而一旦俄罗斯全面控制亚苏海北岸的乌克兰地区, 即便在黑海北部方向不再采取占领行动, 也已经获得了重大战略胜利, 让俄罗斯能够牢固地控制亚苏海, 并把它当成自己的内海。 从此乌克兰再想夺回去, 基本上没有可能了。 如果乌克兰还不吃死活, 继续想加入北约, 不排除俄罗斯会向西进攻, 并最终占领奥德萨, 全面控制黑海北部海域, 让乌克兰成为事实上的内陆国家, 彻底失去所有的出海口。 事情如果真的发展到这个地步, 不仅乌克兰无法承受, 恐怕美西方国家也相当恐惧, 因为俄罗斯从此将拥有了通过黑海, 进入欧洲核心地带的渠道。 这对俄罗斯来说, 即使付出再大的政治代价都是值得的。 即使乌克兰最终加入了北约, 也不可能再对俄罗斯构成重大威胁了。 因为只要俄罗斯以地涅薄河作为天元屏障, 就已经拥有了一个安全缓冲区, 为莫斯科组织反攻, 赢得了时间和空间。 同时俄罗斯也可通过黑海, 威胁欧洲国家, 以保障莫斯科方向的安全。 这一切都必须等待俄军最后啃下了蒂涅伯东岸地区, 以及扎波罗热州这两块硬骨斗后才有可能。 不过对俄军这个重大的战略企图, 美西方国家是不可能坐视不管的。 只是不知道, 拜登是否有胆量, 与俄罗斯来一场枪对枪, 炮对炮的面对面战争。 炮对染色归力宝宝。 炮在在此之中研究下的尽力宝。